新北市園民局16号举办110年全国远族民族运动会公开组别代表队选拔赛 本次进行选拔的有传统巨木 直锚 拔河 射箭等比赛项目 新北市園民局长罗美钦表示 希望透过选拔赛能找出新北市精英选手 为110年宜兰举办的全远印争取最高荣耀 为了参加明年110年在宜兰由宜兰县政府举办的全国远族民族运动会 新北市政府远族民行政局非常的努力 我们从昨天开始就进行一连串的选拔 今天我们在树林高中还有我们这个树林的射箭场地 举办巨木 拔河跟射箭比赛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选拔 然后找出我们代表新北市最优秀的一个队伍 然后为新北市在明年的全远印争取最高的一个荣耀 传统射箭裁判长及选手们都积极的为110年全远印相互较量 为比赛做最好的准备 这次新北市办射箭选拔赛在树林路角师地 是为了明年110年的全远印选拔赛 我们会选出四个男生四个女生为明年的比赛准备 很开心新北市为101年的全远印会做准备 然后大家就全部定期在这里 然后也很开心说整个赛程都顺利完毕圆满 这次参赛是为了明年的110年的全远印会 很多的精英来时比赛来这边较量 希望说明年的全远印会能够办得更好 让大会能够更圆满的成功 新北市原民局长罗美钦表示 为了推广远住民族传统射箭 在今年也兴建了两座比赛及练习场地 发展传统运动 我们在今年特别兴建了两座比赛场地跟练习场地 一个是在我们的树林 另外一个是在我们三峡的南京聚落 我们分别建置这样的场地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场地 让新北市更多喜欢射箭的朋友 有一个固定的场域加强练习 新北市原民局表示 比赛项目显拔会入戏的开始 欢迎年满十五岁 有志族人共襄胜局 为明年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 争取最高的荣耀 原事新闻 新北市采访报导